为了增肌 我吃了好多蛋白质 但是还是长不出肌肉 为什么呢 问题可能出在肠道菌 研究发现 当我们吃下纤维 肠道里面的菌 会把它分解成短链脂肪酸 例如乙酸 饼酸 丁酸 这些分子不只是你肠道的养分 它更能抑制发炎 提升粒腺体的能量代谢 甚至促进肌蛋白的合成 让肌肉恢复得更快 持续的变强 更有趣的是 有一种叫Velonela的菌 能把你运动后累积的乳酸 转为丙酸 它不只让你的酸痛变少 更直接与耐力的提升有关 换句话说 无论是纤维变成短链脂肪酸 还是乳酸被转为能量的分子 这整条长肌肘 都在帮你变得更有耐力 让你的肌肉恢复得更快 更有效率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肠道健康 能修复肌肉 那吃益生菌有用吗 今天很高兴 并邀请到维生物与免疫学专家 林文新教授 来帮大家解答 教授我第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是 益生菌真的可以修复肌肉 提升肌肉量 可以降低体重体脂 或甚至有研究说 可以提升VO2MAS 这是真的吗 这方面运动益生菌的研究 最近这几年确实越来越多 那我就调查了大概有35个临床报告 他们搜集的人数大概有1300人左右 根据这种服用运动益生菌之后 全世界的学者发现说 他可以降低体重还有脂肪 降低运动后的肌肉损伤 养的摄取量也增加了 不过他们发现说这些研究 大部分都是偏向增加耐力 这个方面的表现 反而对肌肉的增加 比较没那么显著 但自有略微的上升 所以等于是增加耐力 那这样听起来是修复肌肉的损伤的概念 关于运动益生菌这方面的研究 其实还有很多条件需要配合 比如说他有没有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他肠道不好 你运动益生菌下去 根本没有办法发挥他本身该有的作用 还有运动益生菌的菌株选择也很重要 还有他的剂量 我们是有发现说 剂量越高 效果确实是越明显 听起来就是说益生菌的确是有帮忙 但是先决条件 比如说我们讲的 蛋白质的摄取肌力的训练强度 当然最重要的肠道里面是不是健康 不然吃进去这益生菌吸收可能也不好 我们常常在讲益生源 这个纤维它可以创造我们好的环境 益生菌才能达到它的效果 我们该吃哪些纤维 这一方面有相关的研究吗 其实我们的肠道是一个 非常多的营养素的一个集中地 那纤维又分水溶性纤维跟不水溶性纤维 那无论是哪一种纤维 对我们的肠道都是有帮助 比如说不水溶性纤维 我们肠道的细菌菌虫 包括乳酸菌是不会发酵分解它 那我们身体里面的酵素也没有办法分解 可是这些不水溶性纤维 它对我们的分辨量的增加是有帮助的 帮助肠道蠕动也会降低胆固醇 还有把我们的素变给带出去 所以这个不水溶性纤维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刚刚医师有提到的 大概是要想说益生质的部分 那有一些水溶性的纤维 它溶解在水中 它进入肠道的时候 确实这些纤维可以被益生菌所利用 所以我们才把它定名叫益生质 那益生质包括了这些水溶性纤维 还有一些果寡糖类就是短链的纤维质 那它进入我们肠道的时候 它就会被乳酸菌分解产生短链脂肪酸 它是酸性的 但是它是一个弱酸 它就会让肠道的PH值稍微下降 对我们肠道的菌虫生态就比较有帮助 对我们肠道健康也是有帮助 就是纤维如果是不可容的 没办法被益生菌来利用 但是它也促进了让我们排便顺利 可容的就提供了好的益生质 所以两个都是有帮忙 有活菌死菌冷藏跟包埋 市面上的益生菌这么多种 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 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方式 是基本上死菌跟活菌 这两个可以一起解释 其实死菌就是乳酸菌本来它是活的 然后把它用夹热杀死它就变死菌 可是死菌有没有效 它整藏可能就没有效了 但是它对免疫提升有效 医师应该知道 其实我们很多疫苗都是死菌疫苗 死冰毒疫苗对吧 所以乳酸菌死掉之后 它一样可以进入肠道派尔式腺体 它一样可以诱导出免疫系统出来 那活菌肯定会更好 如果能吃活菌当然是活菌会更好 如果它能够顺利进入我们的消化系统 到达肠道的时候 肠道里面它在土壤这么多营养素里面 可以复制它可以生长 它可以繁衍后代 可以把它想成 它已经直接就进去 就可以直接作用了 它的剂量就变成会更多了 对于免疫的诱导 还有对整藏力也都提升了 所以原则上是吃活菌肯定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有一些厂商会做死菌 是因为期待方便 如果针对免疫系统来说 我可以常温放 甚至可以在很热的环境底下放 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已经死了 所以其实乳酸菌是很怕热 很怕氧气 很讨厌阳光的 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乳酸菌其实是冷藏是最好的 爆买技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让它能够耐我们的胃酸考验 让它顺利到达肠道 有点类似像我们在吃某些药 它是需要可以顺利进到小肠去吸收 你如果没有这些外层的膜 在胃酸破坏药效就变差了 差不多是医师 这医师举例的很好 像我们很多药物它是肠农定的 它就是要方向胃酸 这个化学结构才不会被胃酸给破坏掉 然后大到肠道的时候 遇到碱的时候它就释放出来 所以其实乳酸菌的爆买技术 就是学习药物的爆买方法 没有特地去讲究这个 爆买技术的益生菌 事实上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最后刚刚还可以讲一个冷藏 冷藏绝对是更好的 因为我们的实验显示 越低温其实乳酸菌越安定 所以如果消费者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 你可以评估一下这个厂商是不是低温配送 低温配送的这个厂商 相对来说更了解乳酸菌更专业 因为我在门诊 常常有病人会问我说 我应该选择调整肠道的益生菌 还是改善免疫的 只吃了改善免疫的益生菌 但是你肠道不好 并没办法把你的益生值 或者你原本的肠道把它整理好 让它不发炎 你即使吃了改善免疫的 效果可能不好 所以或许先用肠道型的 去让你的肠道修复 让它不发炎 这时候你在投免疫型的益生菌 这样会让它的效果更好 我们门诊蛮多的个案 也跟教授分享 有一些客人来我们门诊减重 或者为了增肌 但是他长肌肉长得不好 他也很努力的重训 吃蛋白质 吃这个纤维 吃蔬菜 那我们帮他做了这个抽血 跟肠道的检测 发现他身体有慢性发炎 另外肠道验起来 也有一些发炎的现象 帮他改善了这个发炎 效果就出来或甚至在改善之后 我们在投语 你刚刚提到这些运动型 然后改善免疫的益生菌 肌肉就慢慢慢慢 当然不是那么快速 但是慢慢有改善 临床的确有这样的发现 益生菌已经跟医师一样 现在是分科 专科益生菌 要达到这个专科的目的 就是一定要把他的肠道弄好 这样子其他在导入 这个人才会恢复的比较快 比较健康 要让益生菌产生效果 就得先让肠道有利 我准备了一份纤维补给指南 教你怎么吃对纤维帮好菌打好敌 现在点击右上方按钮 就能免费领取喔 我最近有看到几个很有意思的研究 第一个研究就是 他们在健康的男性 连续6周去补充TWK10这支益生菌 耐力可以延长1.24倍 全手双手的握力也显著提升 另外他们血液中的乳酸大量的下降 肌肉重量也增加 第二个研究 他们在对日本的长跑选手 用了12周的CP2305这支菌 这些选手的疲劳感大幅的下降 这些很有意思的研究 都有这么显著的帮忙 为什么这些益生菌的治疗 永远没有被纳入我们的正规的医疗体系 或甚至纳入健保的脊肤 这药物健保脊肤这些 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 通常要立即有效 要明确有效 那因为运动益生菌是相对是温和的 一个益生菌 它到我们肠道慢慢的去改善我们肠道环境 然后才提升我们的肌力等等 所以这个速度是慢的 再来就是这个比较偏向辅助疗法 所以辅助疗法本来在我们临床上 要做成一个药物 本来就是比较困难的 比较偏向是预防剩余治疗 这种预防医学的一个态度 再来运动益生菌呢 又牵涉到很多的层面很广 比如说这个个体 它是不是带有疾病 或是它健不健康 是不是需要蛋白质的介入 或是控制糖类的摄取 然后还有饮食的管理等等 这方面都是需要考量的 听起来感觉就像是 就是希望可以立即见效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 它事实上对于我们的健康的维护 可以把它想成是 类似功能医学的保养 或者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 还是有相对的一些帮助 不同的状况的人 要怎么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菌株 可以请教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 益生菌已经进入了钻科时代 不同的菌种就跟我们人一样 你有你的专长我有我的专长 乳酸菌有它自己的DNA序列 所以它会表现出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蛋白质 是 银髮族我会比较建议它 吃一些整长的一个菌种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体越来越老化的时候 尝到菌种是越来越不好的 是 菌相越来越差 坏菌率越来越多 免疫力也会慢慢的低下的问题 还有它消化不良 可能容易便秘腹泻脏气的问题 有些小朋友 它的肠胃功能也还不是很好 常常便秘腹泻 或者是它免疫力不好 一天到晚再生病感冒 或者是小朋友过敏 所以过敏也有过敏的菌种 来调整过敏底质 我刚刚有提到运动益生菌 那就去选可以增强激励 大量生成短练脂肪酸的这一类的 运动益生菌 可以提升肌耐力的 那当然这个一定要搭配一些 蛋白质的足够的摄取 那还有比如说像糖尿病 那糖尿病我一定会先说 你糖尿病一定要先乖乖吃药 高血压的朋友 糖尿病的朋友 你这种你不乖乖吃药会出事的 你可能会昏倒 会高血压 会中风等等 像这一类的病人 我就会建议他除了吃药之外 他也许可以搭配一些乳酸菌 来帮助他控糖 稳糖 因为乳酸菌有一个特色 他喜欢吃糖 他特别喜欢吃葡萄糖 某种程度他可以吃掉你 摄取进来的一部分的糖内调 让我们的糖不要吸收的那么多 所以他不要快速的上升 但是有一些乳酸菌产品 他加的可能就是糖 所以这个还是要去选择的 那刚刚还有提到比如说像减重的 其实也有帮助代介入益生菌 这样听起来这个益生菌 就像我们的医学一样 进入次专科化 分工越来越细 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我自己的疑问 为什么我吃了益生菌 我都没有感觉 可以请教授来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吗 因为菌虫生态引起疾病 是越来越多元的话 大家都发现说 肠道益生菌可能治疗 某方面的疾病等等 所以很多人就会吃错菌 或者是吃到剂量很低的 根本就是像加胃素一样 没有用 再来就是放错期待 我曾经遇到一个消费者 他吃了一个精神菌 他就说怎么没有效 因为他把他的安眠药停掉 他停掉安眠药 用它来取代药物 对 益生菌本身是属于温和的 辅助 对 他慢慢去改造我们的肠道 帮助提升免疫力 或者是温和的 提升我们的血清素多巴胺等等 可是他绝对不是像药物一样 立即见效的 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期待 那再来就是因为他温和 所以很多人没有感觉 我觉得这个也是 很常发生的事情 那事实上呢 他的肠道的状况是在进步的 他的免疫系统也在进步的 不可能说一个过敏的人吃下去马上好吧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 因为他进入肠道之后 他要重新训练我们肠道的这些 T细胞 B细胞 最近在门诊 有很多病人跟我问的一个问题 他们吃了益生菌之后 反而会有脏气不舒服的感觉 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乳酸菌他不会产生气体 那为什么吃了乳酸菌产品会脏气 那关键来源是益生菌 其实益生菌吃太多的时候会脏气 所以益生菌不是让你无限量的吃 益生菌吃太多的时候 肠道的化菌也会利用产生产气性的气体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吃乳酸菌吃太多的时候 也许你吃了乳酸菌真的是很活药很多的 他会让你的肠道蠕动更剧烈 你就以为是在脏气 所以其实是有两种情境 是他吃了过量的益生菌 或者说吃了过多的纤维 虽然纤维对我们是好的 但是凡是适量就好 所以我们要提醒观众 综合的分析看起来 这些益生菌的确是有效的 但是证据当然都不一样 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益生菌 还有看你为了什么目的去吃益生菌 我的建议是 像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增加肌肉 你还是要有足够蛋白质 有足够适量的纤维 另外要有足够的主力运动 可以加上特定 像教授刚刚跟我们分享的 有帮助运动的益生菌 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肉修复得好 也可以达到增肌的最大效果 如果你也想知道 自己适合哪一种策略 适合哪一种益生菌 也欢迎来出入诊所 找我和营养师聊一聊 那我们今天也感谢林教授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用的知识 如果你还有相关益生菌的问题 也欢迎在我们的下方留言 想看到更多的健康知识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下次见 拜拜